会吃的人就带一些新的朋友来 我们把臭豆腐拿出来的时候 那些旧的客人 哎呀,你的臭豆腐现在越来越不臭了 然后他的新的朋友 哇,臭的又命了,我跑了 夹住鼻子跑了 我的名字叫翁瑞欣 今年58岁 是亚龙795臭豆腐的老板 嗨, I'm Kaye, and I'm 23 this year I've actually managed in different expats as this is a family business so from ranging from marketing, the finance, and operations, and what not 我的店现在是在亚龙795号大陆 变成这边一做的,现在做了23年 我学会臭豆腐主要是因为我妈妈 几十年前都在香港买臭豆腐 所以我小小的跟她学了 我们臭豆腐发展到现在 有三种口味 一种是原装 original的 厚的,厚的,外皮脆 里面是嫩的,很滑的 第二种是麻辣 麻辣就讲我们是沙波处的 有一点麻辣酱,一点点辣 很开胃的 然后把豆腐一个切成四片 放在里面煮 第三种就是豆腐片薄的 我们把厚的豆腐把它切薄 来腌制之后炸出来比较脆 但每一种都有人喜欢 但是original就比较原始就比较多 臭豆腐是我们帮工厂订的一种特别 豆腐,这个豆腐外面没得卖的 是我们叫工厂帮我们订做 用另外的方法做的 不是外面一般的普通豆腐 然后我们回来要加工 加工之后就放在那个卤水里面 卤水里面,专门泡臭豆腐的卤水里面 蒸它,蒸它三个半小时后 就可以拿出来炸 就有这个效果 炸的时候那个味道 有臭豆腐的味道 吃的时候香跟脆 其实这个是它的本身臭豆腐的原理 它出名就是想 炸的时候你们闻到味道臭 然后吃的时候是香 如果没有臭豆腐的味道 什么叫臭豆腐 那普通豆腐咯 没有这个特别的成分的话 它不会有臭的味道 如果客人是第一次来 通常他们是有人介绍来的 或者是听过这个产品 他们路过或者特别来想试一试的话 他也是有一点怕 臭豆腐会不会很臭 然后我们就解释给他听 臭豆腐臭 是因为是药材来的 你们不要担心 有些人讲是不是大便做的 我讲哪里可能大便做的 全部有化验的健康的 是药材做的 你们放心吃 但是如果你怕味道 你放点阿渣 我们的阿渣 点那个甜酱 或者是辣椒 放在一起 你吃在口里面 你就没有感觉这个臭的味道了 是比较嫩跟脆的味道了 然后他们试了之后 对呀 放在菜阿渣 放去吃 就没有这个恐惧感 臭豆腐臭到要命了 没有了 他们都慢慢喜欢它了 其实就好像榴莲酱 有些人喜欢吃 有些人觉得它臭 有些人觉得它香 有些人觉得它香 就大概类似的想法 大肠是我们跟产品中 跟臭豆腐是最受欢迎的 所以每个人来我们吃臭豆腐 都一定叫一份大肠 或者多过一份 第一我们的大肠是很受欢迎 我们先卤后炸 没有猪肠的味道 香脆的味道 好像是乳猪皮一样的 所以特别受欢迎 这次疫情 我们老一辈做生意 只是现金 不会外卖 不会做广告 网络 我们这次真的是 输了很多 全部靠 我们的开业 跟其他的 我们的同事 在网上做 这是家庭的工作 所以 实际上 你仍然会帮助 即使你很忙 你会帮助你的父亲 因为当你看到你的父亲 很累 或他们遇到问题 你会帮助他们 也会帮助他们 即使你会帮助他们 即使你会帮助他们 只剩下 只剩下的情况下 我们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他们 因为很多客户 也会帮助我们 帮助他们 但 可能 当时 在疫情期间 没有允许 所以 我们想想 如何我们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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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里 最好的 当时 我们发布 帮助 帮助他们 真的不预测 所以 你只能看到 在网站上 我甚至没有办法 我需要帮助 帮助他们 帮助我 首先 要多谢 我们的顾客 在这二十多年的支持 到现在还是支持我们 特别是 在这次疫情 这几个月里 他们不停地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的生意 还可以继续经营下去 变成是 我很 谢谢他们的支持 新顾客 旧顾客 我们都喜欢 都谢谢他们